给你500万 让你在这个房间待满50天 你愿意吗 听起来很简单 却从未有人挑战成功 因为参赛者不允许携带任何物品 在没有手机和电脑的情况下 你最多能坚持多少天 这次的参赛者是一对小情侣 主办方告诉两人 房间里只有厕所和一张床 每天会定时提供日常食物 50天里不能离开房间 倘若有一人选择放弃 则奖金将从500万变为100万 假如两人都放弃 则宣布挑战失败 一分钱都不能带走 只要按下开关 倒计时立即启动 代表游戏正式开始 这对情侣能否挑战成功 游戏刚开始时 两人都很有信心 毕竟只要有吃有喝 在这里待一年都不成问题 约翰兴奋地绕着房间跑了一整圈 跑累了就躺在地上 畅想着未来的美好生活 男人说拿到500万 必须先买辆最新款跑车 而女人则幻想着 各种名牌包包通通安排上 之后他们研究了一下房间构造 毕竟未来50天都将在这度过 洁白的大床软硬适中 看来晚上睡眠质量会很好 独立卫生间干净整洁 不过一次只能供一人使用 喜悦央育的想法只能打消 约翰肚子有点饿了 在平板上呼叫了一份晚餐 有些期待主办方会提供什么餐食 结果出来一瓶营养液 没有任何味道就像水一样 里面富含各种人体所需营养 虽然不能满足口舌之欲 但可以保证每日基本营养摄入 此时他们还很乐观 既希望于早餐能丰盛点 安娜研究了一下游戏规则 每天九点准时熄灯 早上六点起床亮灯 做熄非常健康规律 两人来这第一天显然有些兴奋 躺在床上根本睡不着 本想来点熄灯后的小游戏 但考虑到房间里的监控 只能暂时掩齐膝骨 第一晚注定是个不眠夜 早上灯一亮 安娜就起身来到卫生间 对着镜子给自己打气 为了五百万 一定要坚持下去 每天更换的脏衣服 只需放进固定回收点 这个设定非常人性化 两人现在都还很乐观 早餐不出意外又是营养业 虽然有些失望 但也在忍受范围内 无聊时他们开始讨论 这个游戏幕后之人 究竟想要做什么 肯定不是钱多了没地花 拿五百万去做慈善 难道是想通过这种方式 考验人性吗 现在暂时分析不出太多 只能先走一步看一步 无聊时约翰就望着济世气发呆 而安娜则在角落打坐冥想 他们从没想过 一天的时间是那么漫长 约翰甚至怀疑济世气有问题 安娜只能安慰男友 不要想这么多 把注意力放在奖金上 他们相互鼓励 在房间里做小游戏 跑步健身捉迷藏 所有能想到的娱乐方式 都尝试了个遍 两人也从一开始亲密无见 到后来逐渐相看两眼 毕竟每天24小时 都要对着同一个人 成为一种难言的折磨 同意无言下 他们甚至隔着远远的 而时间才刚当过去20天 这天约翰意外发现 地板上多出一只蟑螂 男人欣喜若狂 把小蟑螂放在手上捣完 还给他起了个好听的名字 甚至拿出营养液和小强分享 没想到喇叭里立马传出警报声 食物仅供参赛者使用 违反规则将会扣除奖金 没有食物小强会死的 约翰想把他送出去 但这也意味着放弃挑战 安娜觉得难有疯了 为了一只虫子放弃奖金 两人为此争执不下 就在这时 不知是不是意外 安娜不小心一脚将蟑螂踩死 问题迎刃而解 只是两人也因此爆发冷战 心情低落的约翰 希望能购买一次娱乐项目 规则中提到 每人都有两次机会 从奖金池里扣除80万 就能随机得到一件物品 假如能开到手机电脑之类的 那再住一年都不是问题 安娜心怀愧疚 于是答应了男友的请求 没想到开出了一只绿色蜡笔 男人花80万买了一只蜡笔 可他非但不觉得这只笔贵 脸上甚至露出久违的微笑 这是一个空房间 只要在里面待满50天 就能轻松拿到500万奖金 可房间里没有任何娱乐设施 只有厕所和一张床 男人在这里待了整整20天 没有手机和电脑 每天除了吃就是睡 约翰已经快被逼疯了 不惜花费80万 获得一次购买随机物品的机会 拿到蜡笔后 他迫不及待开始作画 在洁白的墙壁上 挥洒心中的烦闷 很快整个房间 都被划满各种涂鸦 可一只蜡笔根本不够用 没过几天就消耗殆尽 欲望一旦打开口 就一发不可收拾 约翰想要再购买一次商品 但第二场金额翻倍 160万换个没用的小玩意 这种行为在安娜眼中 简直不要太愚蠢 见女友反对 约翰只能作罢 这样的日子又持续了一周 这天早上 安娜去洗手间时 却意外发现水池边多了把手枪 这一定是主办方搞的鬼 两人将手枪踢到床底 而这把枪也将给滞后埋下伏笔 又过了几天 主办方大方表示 将送给他们一个惊喜 可以和家人进行视频连线 但主办方真有这么好心吗 这时屏幕上出现一个美女 原来是约翰的前女友 而现女友就站在身边 简直就是大型修罗场 偏偏约翰浑然不觉 憋了这么多天 男人将心中的烦闷倾泻而出 看着两人相谈甚欢 安娜心里很不适滋味 好不容易平复心情 下一位连线者 竟然是安娜的父亲 女人顿时脸色大变 因为在她很小的时候 父亲整日浑浑噩噩酗酗酒无度 喝多了就拿老婆孩子出气 母亲和她饱受家暴的折磨 长大后她带着母亲逃离了这个家 却没想到主办方竟找到了她父亲 屏幕上的老头装出一脸深情 告诉女儿这辈子都别想摆脱自己 安娜蹲在角落崩溃大哭 主办方的计划成功 女人的心理防线被击破 之后的日子里她一蹶不振 好在有男友陪在身边 约翰见她心情低落 提出再兑换一次物品 说不定能帮她缓解心情 安娜表示拒绝 就这样时间又过去几天 两人的精神状态都越来越差 这种无聊的日子快把他们逼疯了 倒计时只剩下最后十天 为了避免功亏一篑 安娜主动提出 用掉第二次购买物品的机会 之后便走去卫生间洗漱 而约翰早就迫不及待 随着160万被扣除 这次开出来的礼物 却惊掉了男人双眼 男人花160万 对换了美女盲盒 赤身裸体的美女走了出来 男人立马害羞地扭过头 更可怕的是 女友还从洗手间走了出来 看着房间里突然多出的美女 安娜顿时一惊 但也不能让美女光着身子站着 她让约翰脱下上衣给女人穿上 之后询问起美女的身份 对方表示自己是个十八线演员 签署保密协议后来到这里 对于其他事情则一无所知 安娜觉得这个女人不简单 一定是主办方想要搞事情 约翰却不这么想 男人认为这是上天给自己的礼物 在这该死的地方待了整整40天 终于见到第二个活人了 两人立马热情交谈起来 美女注意到墙上的话 顿时惊叹不已 夸约翰的话计有几分泛高的感觉 三言两语把男人夸得飘飘然了 安娜想提醒男友 不要被突然出现的女人所蒙蔽 但约翰不以为然 晚上休息时 三个人一张床该怎么睡 女人主动提出睡地上 约翰第一个反对 怎么能让美女睡地板 见两个人都彼此谦让 安娜这时出生了 干脆三个人都睡床 好在这张床足够大 安娜睡中间 约翰和女人各一边 第二天一觉睡醒 离开顿时松了口气 可推开浴室门才发现 女人还在这里 一连几天 约翰都和美女形影不离 因为两人敬意外的秩序相投 喜欢同一个画家 同一个摇滚乐队 就连生活节奏也格外合拍 安娜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心中没有来的烦躁 她觉得使用自己 第一次购买商品的机会 说不定能开出个帅哥来 正好气气男友 没想到开出了一盒小药丸 可以让人开心地摇头晃脑 三人毫不犹豫浮下 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 可约翰突然感觉四周在下陷 自己被海水吞噬快要窒息 好在安娜及时将她唤醒 原来一切都是药物导致的幻觉 但这也是约翰内心深处的阴影 她情绪崩溃想要离开 安娜告诉她在坚持最后五天 就能带着五百万离开 不要在最后功亏一捆 第二天一早 安娜发现女人不见了 而墙上写着 只要和约翰睡一觉 她就能带走一百万 现在她终于完成任务 可以带着奖金离开了 安娜立马叫醒男友 质问她昨晚发生了什么 约翰一脸无辜 表示这是主办方在挑拨两人关系 可安娜根本听不尽解释 争执中将男友推倒在地 约翰的头撞到墙角血流不止 安娜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赶紧拿出毛巾给男友止血 可是依旧没有效果 约翰因为失血过多感到头晕目眩 再这样下去会有生命危险 男友想要退出游戏 可安娜却不允许 现在退出就功亏一篑 为什么不能再坚持几天 约翰此刻终于认清现实 原来自己的命还不如五百万 他毅然决然走向出口 可安娜却掏出枪对准她 如果要离开这里 那就去死吧 女人已经彻底封魔 约翰按下开关头也不回地离开 之后的日子里 安娜感觉度日如年 空无一人的房间里 每分每秒都是煎熬 倒计时最后两天 他似乎终于受不了 站在按钮前伸出手 至于他最后有没有按下开关 结果不得而知 多年后 约翰和安娜在路边重逢 曾经的一切都烟消云散 约翰问他 最后有没有拿到奖金 安娜说这已经不重要 镜头一转 福利院墙上写着 由一位不知名女士捐赠 故事到此结束